王帅 怎么走 李扬今天是光脚的 那不怕穿鞋的 少主对他们这么好 有道是 君以国事代我 我必 以死相报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这伙 之前是没少受这红大力关照 那红大力遇到事了 他要不去出头 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事宜 一进这红市庄园 这李扬 就一路是开足了马力 蹭蹭的呀 一直往前走 前面的十字路口往右拐 遇到转盘往左 最大的那个建筑就是 这王明宇呢 之前给这个红卫国当司机的时候 来过这么两次 事宜 对于这个几栋主要的建筑物的位置 还是记得住的 哎 好的 好的 这李扬是开着祈祷天使 前面开路 一路是狂按喇叭 不过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已经看到 那栋召开着家族会议的 大会议室的大楼了 次辆汽车是嘎喳一声的 停在了会议室大楼前的门前 沐欣小姐 少主呢 王明宇带着重狗嘴 是火急火燎的下了车了 那一见这个唐沐欣呢 王明宇就问 少主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 红的里虽然是身子骨啊 恢复的还不错 但是那也是架不住人多呀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呢 就在里面呢 他们不叫我们进去 唐沐欣是急倒 王说 你快点想办法吧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王明宇啊 是左右看了看 这此时呢 已经有大量的警卫 向着这边冲了过来 王明宇是当机立断 跟老王头 这俩人是瞬间就出手 干掉这个大会议室门口那俩警卫 之后一回手 给我进去 保护少主 这于是啊 呼啦啦的一大群人呢 就直接是冲了进去 可是刚一进门就愣了啊 这在场的所有家族弟子 满头满脸的都是水果的汁水 有橘子的 香蕉的 牛头的 这地上还躺着不少在那 哎呦呦呦的叫呢 再看他们脚底下 那些香蕉皮 估计啊 应该是采华了 这里满地狼藉 没出乎他们的意料 真正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红带里居然毛事没有 还站那 拿着一个苹果在那啃呢 这脸上呢 是笑嘻嘻的问道 这个啊 哎 我说 各位 还打吗 还打的话 我感觉我还能再上五百年 你 你 你卑鄙 红安保这躺在地上 满脸的愤恨呢 你穿桌子下面 你算什么好汉 啊 刚才啊 就是他啊 不小心踩了个香蕉皮 摔的那就一个悲剧啊 听了红安保这么说 唐步兴等人呢 这才算是松了口气 哎得 看来这里刚打起来 红带里就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躲起来了 啊 这小子 那贼的狠呢 唐步兴是忍住笑 啊 小跑两步 到了这个红带里身边 剩下打量 之后问道 丹利 你没事吧 好 啊 我呀 这红带里身又咬了一口苹果 当然没事 不过 我安保哥刚才摔了个狠的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前面着的地 哎 这这这可真不怪我啊 我刚才一直在桌子下面吃水果来着 我什么都没干 得说着 还不忘拍拍肚子呢 啊 露出了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来 哎 就这一会儿 我吃了五个苹果 四个橘子 三个香蕉 两个猕猴桃 你感觉不错 不错 这众人呢 正说话先 啊 整个大会议室都被警卫们给围了起来 又过了片刻 这门外 有人是大喊一声 大掌老红图 二掌老红尾 三掌老红鹰道 一时间 啊 整个大会议室 安静到了极点 红德力等人呢 是转过了身子 看向外面 只见呢 堵在门口的警卫们 是瞬间分开 空出了一条 中间的一条路里 随后 三个人是缓缓的走了进来 这居中的一人呢 哎 两寸白霉 下额 留着大约一寸左右的白须 脸上呢 虽然是不少的皱纹 那却是红光满面的 这双眼睛啊 光芒闪烁 穿着一身 黑色的中山装 手中呢 一根香金的拐杖 不用问 那自然就是 红氏家族的当代大长老 红图 红老爷子呢 这红图左手边的老者呢 穿着一身暗红色 上面布满了金大钱的 这个糖妆 头上呢 戴着一顶圆圆的黑色小帽 瞇着一双眼睛 啊 这手里还拿着一对 血液打磨的健身球 转来转去的 这脸上 带着和珊的笑容 就是另外一个分支 与红图平辈的 红伟长老了 这第三个人呢 是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 被呀 威驼 手持着一把上好的 花梨木雕刻的龙头拐杖 这看起来呢 和这个啊 杨洁将里的奢老太军 差不多 自然就是红图红伟 这一辈里唯一的女子 红英长老了 跟在他们三人身后的呀 还有一个人 相貌英俊 一身银灰色的西服 没打领带 输了个大背头 谁呢 正是红安保的父亲 红卫国的四哥 红剑叶 这四人一到场啊 环视周围这么一番 红图呢 是重重的这么一栋拐杖 哼道 瞧瞧你们干的好事 会议室这么重要的地方 弄成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红安保一见这架势 爬起来就跑上来枯足 大长老 红大力他对我来阴的 暗中对我下手 我的腰现在还疼着呢 大长老 您可千万要为我做主啊 大长老 他这一面起了个头 跟在这个红图后面的 红剑叶 当即呢 是跟着一唱一和 是啊大长老 家族子弟 不得同同族的弟子动手 虽然是小孩子 难免会磕磕碰碰 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地方 打打闹闹 坏了家族的规矩 这要是不管的话 恐怕是难以负重啊 在家族大会议室 聚众斗敖 成何体统 啊 这大长老呢 是一声大喝 吓得在场的众家族的子弟们是瑟瑟发抖 本来呀 是打算直接取消在场众人的评选资格的 不过有道是法不择重 在场这么多人 总不能全部给取消了吧 啊 最后 只能是轻轻的叹了口气 这之后啊 只转头看向了洪大利 这原本严肃的脸 瞬间变得满是慈爱 也先不提这里的事情了 只是微笑着问道 大利啊 我瞧你的脸色 可比以前好多了 怎么样 身子骨 可好些了吗 啊 这洪大利是笑嘻嘻的走上前去 啊 一把就抱住了宏图的胳膊呀 嘿嘿 那个 还是大爷爷 你关心我 我这身子啊 比以前是强了不少 起码这跑跑跳跳啊 是没什么事的 倒是大爷爷 您老人家 哎呀 这怎么是 福泽盖头 气势磅礴 面色红润 鹤发童颜 越活越年轻了 哈哈 这之后 又跟红尾和红鹰打招呼 嘿 那个 二爷爷好 三奶奶好 我的天哪 这王明宇在一旁听的呀 倒吸了口凉气 哎呀 这大少爷脸皮 那真不是盖的 这马屁 给力啊 啊 回头一想呢 倒也是正常 这小子当败家子 都当的这么有滋有味的 估计脸皮 起码得跟城墙差不多厚 听了洪大利的话 这洪图心里啊 倒很是欢喜 笑着说道 几年没见了 你这嘴倒是更甜了啊 哈哈哈哈 他是哈哈笑着 拍了拍洪大利的手背 之后呢 转头看下来站在不远处的唐木新 见他粉面头塞 娇眼如花 这眼神顾叛肩 神采流淌 面容极美 哎 又有些自己当年老战友 唐飞的模样 啊 是当即柔声问道 丫头 你是唐飞的孙女 唐木新吧 啊 听到这洪图问起 唐木新呢 是抿嘴这么一笑 乖乖的上前行礼 唐木新 见过洪图爷爷 洪图爷爷好 这洪图老爷子听了 哪胃口大嗨啊 摸了把嘴 哈哈哈哈 哎呀 长得好看啊 好看 这洪图说着呀 就在这个浑身摸 摸了半天 摸出来一个翡翠的手镯来 啊 丫头 呃 爷爷呢 我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翡翠手镯 也就是马马虎虎的 送给你 可不要嫌弃了 啊 这一旁的红鹰笑道 丫头 这大长老 这可是把牙箱底的东西 都拿出来了 这个手镯的质地 虽然一般 但是意义可是不凡呢 那是当年大长老 遇险那次啊 这洪图一清热格 老脸是一红 哎 红鹰 这这这 当年的事 就别提了 啊 这红鹰是一笑 不再说了 此时 这唐木新再笨 也知道啊 这个手镯意义非凡 本想是不守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要是收了 红大利这边底气呢 就能足上不少 啊 当即是接过带上 笑道 那 那唐木新 谢谢红图爷爷了 这红图呢 满脸皱纹 都笑开了花了 哈哈哈哈 好孩子啊 爽快 有你爷爷当年的脾气 要说呀 本来这时候呢 那是个喜庆的时候 可是红建业 却是非得在一旁提醒 把刚才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大长老 这家族子弟 不得对同族的子弟动手 虽说这小孩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地方打打闹闹 这坏了家族规矩 这要是不服众的话 哎呀 我知道您宠爱大利 但是您看这是不是得晃个时候啊 我也是怕影响不好 这规矩不能破呀 这红图听的呀 是嘴角抽了抽 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四儿子 一向是杜亮小 历来是嫉妒红卫国的商业天赋 还想多给他儿子 红安保拉些好处 这个红图怎么能不知道呢 可是呢 他这话说的是没错 家族规矩都在那放着呢 自己身为大长老 自然更需要是以身作则 想到这儿 这个红图啊 是看向了红大利 眼神里的慈祥之色是一闪而过 轻叹了一声 随后问道 唉 大利啊 你可有什么话说吗 啊 我呀 红大利是抽了抽鼻子 笑嘻嘻的说道 那个 其实本来吧 我今天就是来跟大爷爷您请假的 你也知道我这平时失败家了点 是吧 我合计 这这这这什么家族评选优秀弟子的重要场合 我来也不大合适 平时啊 我鼓道的那些小玩意儿也算是马马虎虎 好在我好像没亏什么钱 这个优秀子弟的评选也选不到我头上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来请假的 这红大利啊 把这话说完了 红安保和红建业当时脸色就清了 哎 这搞半天 这货今天过来就是来请假的 结果经过自己这么一折腾 这家伙又不走了 那你 这不扯犊子呢吗 啊 红安保嘴里那叫一个苦啊 早知道这样 你说 你自己搞这些干什么呀 你等着他请假走了不就得了吗 这这这这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这现在的问题在于呢 落井下石的戏码 红大利也会 那还很熟呢 刚才那些话说完 红大利看下来站在一旁的红建业和环保 又笑道 这个不过呢 我听四伯刚才这么一说啊 我倒是觉得这话说的是真挺对的 真的 这家族规矩那不能废 我要是请假走了 影响不好 这个 那我还是先参加吧 哎 对了 今天这儿的事呢 我我身表遗憾 当时好像是安保大哥 不小心脚滑了一下子 我敢对灯发誓啊 我真不是撞他的 我也撞不动他呀 对吧 你 这红安保是大怒 就要分辨 红大利呢 满脸无辜的看着他 安保大哥 我真撞不动你啊 你说咱俩要是撞在一起 飞出去的 肯定是我 你说对吧 红大利的这个理由 那简直比现场录像 还有说服力呢 你想去吧 红大利什么人呢 从小就体弱多病的 是吧 要是他能撞飞红安保 十个人 十一个人都得不信 果然 站在一旁的红尾是转着手里的健身球 点头说的 哎呀 大利这话呀 说的不错 啊 安保啊 你以后走路可得小心着点 万一你要是真把这大利给撞出个好胆来 你武叔估计可饶不了你啊 别看这红尾笑眯眯的啊 其实心里明白着呢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听了二党老红尾的话 那 红大利呢 是满头大汉 事到如今了 他也只能是人下来 嘿 这一货 倒也是挺能这个能居能深的 竟然走过来 跟红大利赔不是 大利啊 那个 之前的是我错怪你了 你千万不要怪我啊 也怪我没注意 下次我一定小心 一定小心 哈哈 哟 安保大哥话中了 嘿嘿嘿嘿 红大利是笑嘻嘻的 那满脸的人畜无害的模样 这以后啊 我还得请安保大哥多照顾 我呢 这个身子骨啊 我弱 安保大哥可千万不要让着我啊 哈哈 红安保是替他哼了一声 啊 转过头去 憋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眼看着此时 红大利已经是完全的占据了上风了 一旁的红剑叶呢 气得嘴角直抽 把眼珠子是这么一转 记上心来 他明白 此时不能碰红大利 转而是 向这红大利身边的众人开伙 大长老 这个 既然之前的事误会 啊 那就算了吧 不过大利身边的这几个人 强闯庄园 啊 要是不处置的话 这红图金简 可以说是对红大利 网开一面 那他大小就心疼红大利啊 但是不代表别的人都有这么好的待遇 当即是转过身子 看向了司机 王明宇 啊 这冷声说道 大利是我的乖孙子 不假 不过可不代表你们几个 就能乱来 我红市庄园今天被你们闯了 要是没点说法 可会被人说我红酒无人 你们可有话说吗 啊 这红大利啊 在一旁是不干了 啊 大爷呀 没什么严重吧 不就是来帮忙了吗 要不就干脆 这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算了 是不是 我保证啊 今后我一定孝敬您 乖孩子 这不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事情 啊 红图是拍了拍这红大利的手 摇头说道 啊 王明宇几人呢 是面面相聚 莫聊呢 李念威是啊 抢步走上前来 冲着红图是行了一礼 平静的说道 今天冲撞了这里 我知道不应该 所以大长老有什么惩罚的话 我愿意一人承担 他可是红大利一手捧起来的 只要红大利没什么事 那他自己自然是怎么着都无所谓 这李念威这么一站出来啊 其他人也都跟着站出来了 王明宇说道 大长老 只要少主没事 您怎么罚我们都行 我们没意见 他这一块一说 那就算代表了 众人是认罚了 这红图呢 正要说话 绝不想呢 人群中是钻出来一老头 冲着红图是黑黑笑的 而老红啊 这五十多年没见了 你这脾气可还是那么说一不二的 你是 红图是仔细的看了看这个老王头 忽然是惊走 你是王道明 红图这一声叫嘴 一旁的红剑叶呀 知道 完了 糟了 是我 我说你呀 还果然是没把我给忘了 这果然 王道明是哈哈大笑 上前也不客气 一把就抱住了红图 说道 哎呀 这一转眼 都是来年了 当年在战场上 咱俩可是一起喝过酒 扛过枪的交情 哎你还记得吧 那次 我不小心被榴弹给打了 还是你帮我把子弹挖出来的 记得吧 哎呀 你这老家伙 啊 这红图呢 是哈哈大笑着 狠狠的搂了王道明一把 之后是不满的说道 这么些年 啊 我还以为你失踪了 你也不出来看看我 啊 哎 你这神宫大院的 我轻易哪敢来呀 啊 一入侯门 深死海呀 啊 这王道明啊 是撇了撇嘴 今天呢 要不是大力少爷遇到麻烦 我还不愿意过来呢 哎 话说啊 这几个小家伙 你打算怎么处理 啊 卖我个面子 如何呀 啊 你都出现了 不买你面子又能如何呀 啊 本来 要按照咱们红家的规矩 强闯庄元者 至少是近几三年 这情况恶劣者 十年以上 这样吧 不过呢 有你一句话 啊 我就破例子 只关他们三个月 再短 可就不行了 啊 这个 三个月 啊 王道明是想了想 最后呢 也只能是点头说道 也是啊 毕竟是撞飞了庄元的大门嘛 那三个月 就三个月吧 啊 那个啊 念威丫头 名语小子 你们怎么说 啊 李念威等人是最顺眼 哎 说道 甚凭大长老处置 这洪的力在一旁踢的呀 是直跳脚 不是 不是 你们干什么呀 这事 把我的人关三个月 你们叫我从这出去 就变光杆司令啊 我跟你说 我不干啊 我绝对不干 他这边 暴跳如雷 这老王头呢 是赶紧的把他拉到一边 小声道 哎呦 我的小少爷爷 你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 他要再不处理一下 以后还怎么服众 你呢 先听老头我一次 先听着 以后再想办法解决 是吧 你先忍忍 怎么样 我姐 哎呦 哎呀 这 这 这 今天这闹 也闹了 闯也闯了 这要是没点处分呢 那确实说不过去 只能是恨恨的点头道 那好吧 我就听你一次 先忍忍 大李少爷就这点好 听人劝 这老王头是笑了笑 回到宏图的身边 说道 二老红 要不咱俩 先喝两杯 啊 那是自然 啊 这红图啊 是拍了拍 王道明的这个肩板 啊 之后呢 看向了这个李念威 这一次 脸色就缓和多了 丫头 你是李念威是吧 啊 我听说过你 我们家族呢 不少年轻人 都喜欢听你的歌 姑娘长得倒是不错 脾气也好 对我们大力也够护着 啊 不错 不错 这李念威是微微笑道 谢大长老夸奖 红图点点头 啊 又看见了王明瑜等人 你是王明瑜吧 啊 魏国之前的司机 对不对 嗯 为了大力敢强闯庄园 勇气可嘉 啊 不错 不错 这王明瑜啊 是赶紧的满头大汗的回头 呀呀呀 不敢不敢 当时就是有点着急了 懵逼了 呵呵呵 互心互主 这是好事 啊 只不过 这一码归一码 互主当奖 闯庄园 当罚 啊 王明瑜说道 我明白 大家都明白 好 明白就好 好了 大家下去吧 这宏图啊 又是缓缓的说道 李念威等人呢 是当即跟着警卫出门 啊 洪大力呢 带着唐不欣是小跑的跟上 宏图是大声道 小兔崽子 你干什么去 快给我回来 啊 那个大爷爷 晚上呢 我跟他们一起睡就行了 啊 大爷爷 我明天早上我再来看你 啊 这洪的力啊 是边跑边说的 你 哎呀 这个小兔崽子 啊 你瞧他那样 跟个跳马猴子似的 哈哈 我说老洪 大力少爷啊 这人招人稀罕 啊 王明瑜是笑道 不然 我也不愿意跟着他呀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啊 好了 那个啊 大家都散了吧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明天下午两点 召开家族会议 啊 是 这众人士轰然响应 好了 那都回去准备吧 啊 宏图 宏伟 红英 这三位长老 离开了会场 啊 宏图呢 拉着这王道明的手 边走边笑道 我说道明啊 走 咱们喝两杯去 啊 哎呀 这当年的战友啊 真不剩几个了 啊 待会儿 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好不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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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剩几个了 啊 这王道明是唏嘘道 你想啊 咱俩都快八十了 那帮老家伙比咱俩还老呢 这几年啊 基本上都化成灰了 哈哈 这几人士一路走 一路说 啊 很快呢 就到了庄园内的一间休闲的茶屋 这四人呢 是围着这个茶桌坐了下来 早有用人漆上了上好的雨前龙井 宏图给王道明是倒了一碗 微笑道 哎 二道明 这几十年 你也不说来看看我 啊 这个 最近过得可还好啊 当年 咱们两个一起出生入死的 这样的交情 你还跟我见外是吧 啊 哎呀 从当年呢 咱们打小鬼子 到现在啊 这一转眼 都五十年了 都过去的事了 啊 哎呀 不提了 不提了 啊 咱们都这把老骨头了 多快入土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哎 大力少爷这心态啊 就特别好 啊 什么都不当回事 有福啊 啊 这时候 红美呢 是在一旁笑道 哎 说起来 老哥 你怎么还跟大力这孩子 搅和到一起去了 啊 哈哈 他呀 就是个艺术 啊 我呢 平时出来练拳 就是在一家小理发店 给人打工 混个酒去 那天呢 我骑着这个电瓶车 给大力少爷那辆车的厚实镜 给撞了 哎 哎 你猜怎么着 大力少爷 居然是没叫我赔 啊 这臭小子 一向败家 没叫你赔 那也算是正常 啊 哎 那后来呢 这红图是哈哈大笑 后来呀 我就走了呗 然后吧 这过了几天 那天呢 我又是一着急 又撞了一次 这王道明脸上的表情啊 特别精彩 这红图是一口茶没忍住 直接是喷了出来 笑道 哎呀 我说老王啊 啊 你俩还真是有缘 啊 真是有缘 哎 可不是吗 提起这事啊 王道明就想笑 那时候啊 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你孙子 我就合家 这大少爷 人还行 啊 没有一般的大家族 那少爷 那种齿高气扬的 倒是挺和气的 也不为难人 这聊来聊去啊 我就合计着 差不多就跟他混混吧 反正刚好干这个洗剪吹也没啥意思 其实啊 我就是这钱啊 哈哈 不够花 哈哈 这小子 倒是挺有福的 这红图啊 是摇了摇头 也好啊 这孩子呀 就是能享福的人 这红尾和红鹰呢 是俩人一起点头 都说呀 这小白鸭子啊 要我看 他聪明 真的啊 这王道明是叹了口气 他聪明啊 不在小事上 他聪明在生活的态度上 这有句话说的好 吃得起亏 才能享得起福 啊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呢 我这把老骨头 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我这才听明白啊 这小子 才这么点就懂了 你琢磨去吧 哈哈哈哈 听了王道明的话 这红图啊 是拍腿笑道 是这么个脸 这小子呀 是挺聪明 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喜欢他 对吧 不然 为啥他身边的人 都对他好啊 你说是吧 啊 这王道明是笑了笑 哪忽然问道 哎我说 老红 话说回来啊 我刚才就感觉 你对另外的那个夫子俩 好像是不大代价 这怎么回事啊 啊 哎 你是说那建业夫子吧 啊 宏图是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说起来啊 那 他呢 和魏国都是我儿子 我本来应该是一碗水端平 可惜了 这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啊 这魏国呢 为人大气 厚道 建业却完全相反 这孩子 斤斤计较 嫉妒还计仇 当年人家魏国呀 那经商天赋很高 我给他资源的就多了些 他就一直念念不忘的 哎呀 安保这孩子呢 脾气啊 也随他 他们两个 难成大事 性子张扬 偏偏又喜欢算计 我也是没办法 性格使然 难呢 哎 这倒确实 这俗话说的好吗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就难怪了 你这么偏惨红的理了 啊 这种家里的事啊 啊 这王道明呢 也不好插嘴 是转移话题道 这家事啊 难解决 我也是一直这样 我那有个师弟 你知道吧 他之前 一直都想跟我好好比 是这么一回 你说啊 咱都是老胳膊老腿的了 一直没分个胜负 结果呢 他就说要比徒弟 看谁的徒弟厉害 我就担心了 怕他那个徒弟啊 找红的立的麻烦 你的师弟 这红徒是想了想 忽然是惊讶到 通比完 哎 就是他 就是他 王道明是无奈的 就他那个徒弟啊 外号叫铁熊 一身铁不山横练 说实话 他打不倒我 但我要是空手呢 想支住他 也不容易 你知道啊 当这防御强到一定程度 弱点几乎就可以忽略 我就是怕 这小子找上大力 那就是个麻烦事啊 哎 哎呀 那那那这倒是个麻烦事啊 希望是别出什么事 红徒是摇摇头 说的 就大力的那个身子骨啊 啊 可是经不起那么折腾 哎呀 是啊 所以我故意收了个徒弟嘛 叫木子霄啊 希望能管用点 哎呀 这个 近人士 听天命吧 目前是只能这样了 哎呀 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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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俩呀 就别说这不开心的了 喝茶 喝茶 啊 时候呢 也不完了 早点休息啊 这红市庄园的一间 宽敞的客房里 马洪安宝 气的呀 把枕头是摔来摔去的 恨恨的说道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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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所有人都偏袒 红大力那个白家子 凭什么 我哪一点不比他强啊 这输着个大背头的 红剑叶是皱眉的 安宝啊 大力呢 如今参与这个家族子弟的评选 你有几分把握能胜的 这小子最近古道的东西 好像都不错啊 目前跟我竞争的最大的就是他了 本来吧 我合计着今天弄出好戏啊 他呢 会被取消资格 谁知道啊 这小子今天本来是准备退出竞选的 结果反倒现在不打算退了 大长老也偏袒他 竟然就这么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没追究他 不然就就他那几个狗腿子 强闯庄园这一点 就足够他被撵出去了 好了 你也别郁闷了 事啊 已经发生了 你说再多都没用 啊 红剑叶是缓缓的说道 明天呢 是这个家族的优秀子弟评选 你好好的表现一下子 那些账务 我已经偷偷的帮你动了一下 第一名 一个亿的发展资金 啊 这第二名是八千万 这两个你目前是没什么希望了 不过 这第三名五千万的资金 还是问题不大 啊 再往下就是两千万了 差距太大 咱们得好好努力 知道吧 哎 我知道了啊 关于这个猛牛饮料的发展规划 我都做好了 到时候 我好好讲讲 应该是问题不大 嗯 这大力啊 肯定是不能有这些规划书之类的东西 你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啊 我知道 好了 睡吧 金碧市 这说是金碧市 啊 不过宏图呢 并没有为难王明宇等人 啊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型的客房 庄园东北角处 单独的一栋 二层的建筑 里面各种设备 那基本上都有 除了不能出门之外 倒也没什么太烦心的事 毕竟吧 之前宏图就说过 忠心护主 当奖 闯这个庄园当罚的话 啊 这关禁闭市法 这禁闭的环境 不错 那自然就是奖了 大力 明天就是评选家族子弟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唐木新是坐在床上 气呼呼的说道 这小丫头啊 相当上进的 所以自然就替洪大力着急 当然了 他也就是说说 至于洪大力会因为他的话 有什么改变 那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果然 洪大力是枕在李念维的大腿上 一点都没有即将参加这种会议的担心 反倒是还这悠闲的刻着瓜子啊 嘎巴嘎巴的 潇嘻嘻的说道 我跟你说啊 我本来啊 就没准备参加这个什么评选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着急啊 可是 可是 给唐木新可是了半天 最后啊 什么都没可是出来 倒是这李念维啊 心里明白 微笑着说道 少主 这是无语则刚 他不求名 不求利 自然是没必要着急了 哎 秦秦 你也别着急了 着急也没什么用嘛 对吧 这倒也是 唐木新是想了想 啊 也真没什么办法 只能是坐下 这回啊 洪大力倒是说话了 其实说起来啊 我这边倒是不着急 关键是念微姐 他们得三个月之后才能出去 这三个月你教我怎么过呀 啊 哎 有了有了 听了洪大力的话 那唐木新这双眼呢 是忽然亮了下来 哎 大力 要你说的话 嗯 你要是在这个家族评比上面 拿到个好名次 是不是就有讲条件的筹码了 对吧 哎 听了唐木新的话 洪大力是一机灵啊 就坐下来了 开心的 哎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感觉有这可能 啊 哎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嗯 你该 这个这个这个 唐木新是想了想 啊 这脑袋呀 瞬间是搭了下去了 算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比拼呢 顺其自然吧 我这这 这你 哎呦 我你哎呀 洪大力听的是目瞪口呆的 他以为有什么好办法 这众人呢 正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的时候 啊 忽然洪大力的手机响起 洪大力拿起一看呢 顿时梅花眼笑的接听着 哎 爸 你哪呢 我到这了啊 电话那边的洪卫国 啊 呵呵笑道 大力啊 没什么事吧 之前我没告诉你家族会议的事 我就是怕你着急 你在那边呢 走个过茬就行了 不用担心 哎 对了 没有人欺负你吗 没有 嗯 没有 洪大力回答的是非常肯定 我没欺负他们就不错了 啊 哎 对了吧 你啥时候来呀 哎呀 我估计啊 这个 得明天晚上才能到 那这两天公司呢 有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们这边人的会议呢 是在后天 所以我今天就没去 我跟你说啊 你在那边一定得好好的 有什么事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听到了吗 我知道 嘿嘿嘿 我知道 我知道 洪大力是抽了抽鼻子 那他本来呢 是想好好问问这个家族评选优秀子弟的事情 不过想了想 还是算了 就算是知道了 现在也来不及准备 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那个 爸 我这边呢 没什么事啊 你放心就行了 别担心啊 啊 好了 那你啊 就早点休息啊 千万别跟人斗气 没意义 啊 我知道了 咱是没跟他们斗气 咱就是叫他们来了一个大混战而已 嘿嘿嘿嘿 啊 别挂了电话 洪大力呢 是耸的耸肩板 成了 那个 就先这样吧 大家呢 该干啥干啥去 啊 我还是先睡觉去了 晚安 啊 当季 个人是都回到自己的房间 好好休息 一夜无话 这第二天一大早呢 别的家族子弟 都是早早的起来准备材料 啊 期待在会议室上 能够压过别人一头 啊 获得更多的这个资源来发展的 洪大力呢 聊的呀 这一觉 直接是睡到了日上三杆才起床 哦 喝 起点了 啊 这迷迷糊糊的呀 睁开眼睛 啊 洪大力呢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哦 对了啊 这这这不是家里 这抬头 看了眼墙壁上 那挂着的香筋的吊钟 啊 洪大力啊 啪的一下 又躺下来 哎呀 才九点半呢 不行 我再睡个回零觉先 啊 这这这 不是在家睡呀 就是不踏实 才做 才做俩梦 哎呀 不行 嗯 这正准备睡呢 房间这门呢 是咣当咣当的呀 就响起来了 唐木新的声音呢 响了起来 那里那个起床吃饭了 吃完饭 好好准备准备 下午两点 可是家族会议啊 家族会议 洪大力是愣了一下 啊 玄机呢 便想起来了 自己来这边 好像就是来参加 那个什么家族会议的 哎 可是真的是不想去 那些玩意跟自己 这小白家子 又不搭上边 去了 估计肯定是少不了 那些家族子弟的嘲笑 你看昨天 又在这大会议室里 坑了那么多人 那指不定多少人恨自己呢 哎 玩意能不能不去呀 啊 我睡会儿呗 哎 困死我了 这洪大力啊 是无精打采的问道 喂 你说呢 唐木新是叫的 快起来了 吃完饭 咱们出去走走也好啊 快点的啊 哎呀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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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洪大力啊 是慢慢悠悠悠的 起身穿衣服 我这就起 这就起 哎呀 这别催 别催 别催 你起个床 催什么玩的 你这 当下洪大力是穿衣洗漱 啊 等他出了自己的房间 到了餐厅之后 其他人呢 早就已经等在那了 就等他过来了 李念威是微笑道 少数到了 来 快来吃饭吧 啊 那个 下回不用等我了 啊 洪大力是坐下 拿起这筷子 我呢 啥时候起来 啥时候吃了 吃就行 啊 那也得等下次吧 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呢 啊 给唐木欣呢 吃给洪大力加菜 来 多吃点 这回也 说不好开多久 到了里面 别饿坏了 啊 给加完了 唐木欣呢 又在一边交代 大力 你到里面之后 尽量少说话 我瞧你的那些兄弟姐妹 对你的态度 可是不是很友好 进去低调些 免得那些人为难你 啊 李念威也是在一边 啊 点头说的 嗯 少主 你平时太受宠了些 难免是招人嫉妒 这人嫉妒起来 最书法理喻 可千万小心些 啊 洪大力是毫不在乎的笑道 放心吧 啊 我进去我就睡觉 反正肯定是不能跟他们打架 就是了 他们爱说啥 我就当没听到 这总是没问题了吧 啊 嗯 嗯 那就好 那就好 听到洪大力答应 这唐木欣呢 调兮兮的说道 那利你呢 这点最好 最听别人劝了 这点 值得表扬 嘿嘿嘿 那必须的 必须的 吃完早饭 李念威他们是禁地出不去 那洪大力和唐木欣呢 虽然是不受这限制吧 可是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啊 干脆啊 大家伙就一起打这个扑货牌 兜地主 这一众人呢 嘻嘻哈哈的玩到了下午一点半 唐木欣是看了看时间 把这牌啊 都收了起来 说道 那利 快到时间了 你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没问题 红大力是抽了抽鼻子 我呢 我就一劲 我睡到那个会议结束 晚上回来 咱们打游戏啊 好 给众人是轰然响应 于是 打着一叫睡到会议结束的洪大力 就此出门了 与众人分开的 洪大力是盘算了一下 就自己这出身 说实话啊 确实是遭人眼红 这到时候啊 难免会有这个冷嘲热讽的 不过这一次 自己好歹也是得少着点麻烦 争取通过那个什么考核呀 到时候大爷爷宏图 要是一高兴 嗯 说不定就能把大家都放出去 那最好不过了 哎呀 想想自己 带着西四环 把九大狗腿跟在身后 人手一只藏鸥 那何等的风光气派 如今呢 却是截然一身 这两相一对比啊 洪大力就感觉 哎呀 这浑身都不得劲 行了不远 边见一座熟悉的高大建筑 是立在眼门间的 正是召开家族会议的大会议室到 还隔着那大门老远呢 啊 这门口的警卫呢 便拉开了大门 冲着洪大力说道 呦 啊 是大力少爷到了 快 里面请 哎呀 看来昨天闹了一场啊 效果不错 起码呢 混了个脸熟 哈哈 洪大力是点点头 正门八经的 就进了这个大会议室了 洪家的家族会议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整个家族大的小小的人 哪个敢懈怠啊 是吧 谁不是早早的 就进来等候会议的召开 有更早的啊 甚至这个早上六点的 天刚亮就来了 就蹲这啊 就跟那个买火车票似的 像洪大力这么掐点来的 那绝对是头一份 事宜啊 他刚一进了大会议室里面 这周围顿时就传来了 低声的议论声 哟 哎 你看看 大力来了 我这时候才来 这这可真是啊 对这会议太不重视了 看来他也是对自己 没什么信心 这来得早 也没什么东西能准备的 所以 干脆就掐点来呗 是 可惜了了 那么好的出身呢 哎 这要是换成我 不说我拿第一吧 至少前三名 绝对没跑啊 就就就就就就你 小样的 我跟你说 要是我生在他家 这第一 妥妥的 洪大力是随便扫了这么一眼 此时大会议室内 熙熙攘攘的全是人头啊 看起来不得有个三百来人吧 啊 早已是落满了桌子 这些人呢 大部分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子弟 那现场还有不少是家里的长辈 想来应该是陪着孩子一道钱来的 其实想了想啊 这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是吧 这宏洁的家族会议 决定了未来一年的资产分配 出色的家族子弟可以获得大量的资源 经商这种事吧 资本越高那赚的就越多 这十万块钱的本钱 可能一年就赚个三四万 到头了 一百万的本钱呢 一年就可能赚个五六十万 再往上 到了千万几 那就得是几百上千万的收入 谁不着急啊 谁能不重视 哎 要说呀 这大厅里的熟人可真不少 洪大力最先看到的 就是之前在风源湖的遛狗时 遇到的高挑美女姐姐 沐雨昕 此时的沐雨昕呢 一张翘脸 依然是冰冷而美丽 那但是 却又蕴含着淡淡的妩媚 此时呢 正淡淡的看着自己 沐雨昕呀 是家族这一代年轻子弟中 少见的经商天才 坐在最靠近前台的地方 这另一个熟人啊 脸庞呢 稍显稚嫩 看起来不过是十八九岁 长相也算是英俊 只不过这眼神略微有些阴冷 嘴角带着不屑的笑容 却是当日与这个沐雨昕 一同出现的洪安城 他的地位啊 比不上沐雨昕 正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呢 不时的 冲着洪大力是指指点点 哎 偶尔呢 还轻笑声两下 想来肯定是没什么好话 这处处跟自己做对的洪安宝 坐在沐雨昕的身边不远 那狠狠的盯着洪大力啊 牙齿紧咬 这眼中就像要喷出火来似的 只可惜呢 他可没洪大力的胆子 再怎么也不敢在这发飙啊 哎呀 这会儿是真记仇啊 就来来来来 有准你来揍啊 你哪呀 吓死你 洪大力是黑黑一笑 那不动声色的 比划了一下宗旨 吓得这洪安宝啊 顿时低下头去 这里可是大会议室啊 要是俩人再逗起来 肯定是一起被取消资格 洪大力呢 不屑的哼了一声 就这胆啊 看来还需要修炼呢 嘿嘿 另外 在场前排呢 还有几人 看这精气神 以及自信满满的样子 想来也都是这个家族年轻一代 比较有天赋的子弟 估计啊 应该都能在这一次的家族会议上 拿到不错的名字 也难怪洪家能发展到这种规模 咱老一辈都不说 光是年轻一辈就这么早就开始经商 再加上优胜劣汰 这资源倾斜 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对这种情况 洪大力是佩服之余啊 确实也很想笑 这些人说起来那都是竞争对手 背地里肯定是没少较劲 不说豆哥你死我活吧 起码关系估计好不到哪去 这外表众人和和其其的 是吧 但想起来背地里小动作肯定是少不了 想那些坐肾子 坐腰子也没关系 跟自己有个谋关系 洪大力是笑了笑 随便找了一个最靠后 又被封的位置 坐下这个就掏出手机啊 开始看小说 今儿啊 他准备很充足 特意带了一件这个长袖的衣服 看会小说 看困了睡觉 刚刚好 这都是早有准备的 他这没看一会儿呢 忽然 一阵喧哗声响起 只听那司仪呢 是大声喝道 时间已到 三位长老到场 他听这一声大喝 这在场所有人都呼啦啦的 全站起来了 洪大力呢 远远看去 只见洪图 洪伟 洪英 这三位长老走在前面 身后呢 跟着一个将近二十来人的团队 这好当当的啊 就进了大会议室 这在场的所有家族弟子 全部抱以热烈的掌声 哎呀 欢迎欢迎欢迎 啊 特别欢迎 啊 人都到了吧 啊 大长老洪图 举起手来这么虚压一下 大家都坐吧 啊 众人是纷纷坐下 等洪图等人 也是挤进落座 这司仪大声喝道 红氏家族 优秀子弟评选会议 现在开始 巴巴巴 伴随着外面的鞭炮齐鸣 啊 红氏家族年轻一代子弟的家族会议 就此开始 接下来呢 就是洪图 这位洪界的当代大长老致辞 讲了大约十分钟 无非就是希望这个家族子弟能够努力呀 拼搏呀 奋斗啊 是吧 家族对于努力的子弟呢 绝对不会吝啬啊 资源什么 淫云的 乱七八糟 讲了一顿 反正啊 洪的力在这期间呢 一直是猫在最后面 看小说呢 也就是勉勉强强的吧 听了几个字而已 等这个大长老洪图讲完话 啊 接下来呢 就是二长老洪伟讲话 这老头比较干脆 那这只讲了一分钟就结束了 深受在场众多的这个家族子弟的好评 再之后呢 三长老洪英宣布家族优秀子弟评选开始 这就进入正系了 要不怎么说 这家族会议竞争激烈而入正规呢 洪大利这篇小说都收起来了 他虽然对名次没什么想法 不过好歹也是身为这个洪界的议员 起码也得先弄明白这大致的流程吧 然后呢 他就看见一名啊 这相貌相当英气的女秘书 这女人呢 是站在一旁 耳朵上戴着话筒 朗声说道 第一名评选者 洪天韵 洪天韵 23岁 13年排名 第36名 获得200万发展资金 目前项目评估主 中高档酒店一家 健身管一所 企育中心一所 投资情况 酒店投资70万 目前 年纯利润42万 健身管 投资30万 年纯利润17万 企育中心 投资66万 年纯利润39万 剩余部分 作为流动资金 最终的结果 年纯利润率 49% 同比增长12个百分点 下面 有请洪天韵 做今后发展的规划报告 哎呦我天神呐 这一旁的洪大利听的啊 是暗自咄舌了 可了不得了 看来不能小觑这家族成员呢 随便一个排名第36的 都能达到49%的年纯利率 喝 这事不简单了 结果呀 这洪天韵是刚一起来啊 洪大利就差点乐了 哎呦我去 这不是被洪祥飞用橘子 给砸了的那个倒霉哥吗 啊 这这挺好 挺好 这洪天韵呢 是站了起来 郑重的拿出一份报告 先冲着周围呢 哎 这这这挺有礼貌的 行了一礼 之后念叨 我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打算开拓的项母私人会所 喂 这接下来呀 洪天韵就开始讲起他详细的发展规划 一 会所成立背景 天航是浙江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科技信息金融中心 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五届东盟博览会 为推动天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天航在飞速发展 时代的进步带动着经济的繁荣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各大金融财团 跨国企业 知名品牌 纷纷的向着浙江涌来 众多的获得的丰厚财源的成功者 工作之余 对个人的生活品质的要求更加高涨 观念的改变带动了社会的繁荣 高端私人会所 正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产物 这一段 就是他为什么打算开这个私人会所 听他说的是天航 想来应该是在那边发展 这天航就相当于地球上的杭州了 木桶酒窖私人会所 是经过从事娱乐服务行业 多年来的积累的丰富经验 和对国家政策的分析 而决定成立的顶级私人商务会所 接下来就是一些什么专业名次 比如说是优势分析 环境以及什么硬件设施啊 娱乐项目啊 长远目标等等等等等等 他说的这些话呀 在洪大利看来 那就是一个字 屌 哎呀 如是我闻大音牺牲 迷蒙种 似一尊佛陀讲道 又如斜月三星洞口的一夜菩提 闻之落泪 醒悟 顿悟 哎呦我天神哪 果然不会是优秀的家族子弟啊 那这一天发展规划叫洪大利是大有所恶 以至于啊 他的规划书讲完了 洪大利就已经躺在这椅子上啊 迷迷糊糊的都已经睁开眼了 困困的不行了 那都不行了 这洪天运的演讲啊 大约只用了三分钟不到 毕竟吧 这个在场的人数众多 他要是讲的时间长了 这么多人下来说不上要多久呢 所以家族会议规定 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他这演讲完了 洪土等三名长老呢 是啊 这么呵呵一点头 说的 不错 不错啊 洪天运是恭敬的一行礼做了回去 本来呢 要是按照这个严格的程序 远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因为家族子弟人数众多 所以只能是一切从前 得接下来呢 就是家族中各色的这个出色弟子 登场演讲 有搞餐饮的 有搞娱乐的 甚至还有搞这个宠物的 开这个服装厂的 各行各业 应有尽有 衣食住行 那都全了 啊 这些家族子弟 高的 纯利率达到 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 啊 低一些的呢 也一般是能有个 百分之 二三十 这着实叫这个 昏昏欲睡 偶尔听上这么一两句的 洪德丽有点惊讶了 难怪这家族发展 是越来越壮大 这些个子弟从小就开始培养 那几乎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这会议室里啊 她是也就是洪德丽最轻松了 反正她一切顺其自然 对吧 压根就没多想 这前面一个个的都站起来演讲 大约过了十几人之后 终于是到了家族第一天才 高傲 仿佛是白天鹅一般的 沐雨昕 站起来发言了 第十六名停选者 沐雨昕 听到上面的喊声 啊 这沐雨昕呢 是缓缓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这一起声啊 这附近 顿时便传来一阵的低声的议论 那一双双 略微火热的目光 是牢牢的锁定着 他的美丽 而冰冷 却又蕴含着淡淡的妩媚的脸庞 不得不承认 沐雨昕呢 确实是个美人啊 虽然 并算不上是角色吧 不过那张脸上的冰冷与妩媚 这种矛盾的集合 一米七出头的高挑身材 让他瞬间便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 当然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绝对不是一个花皮 沐雨昕 二十四岁 家族外围优秀成员 一三年 他的排名是第一名 获得一亿的发展资金 目前项目评估如下 五星级酒店一家 顶级私人会所一所 购物中心一座 投资情况 酒店投资 五千两百万 目前 年纯利润 五千四百万 私人会所 投资 一千三百万 年纯利润 一千两百万 购物中心 投资 两千四百万 年纯利润 一千五百万 剩余部分作为流动资金 最终结果 年纯利率 百分之八十一 同比增长 五个百分点 下面 有请沐雨昕 做今后的发展规划报告 听到热格汇报 这下面的家族子弟 那脸上 满是羡慕 真了不起 都到这程度了 居然还能提高业绩呢 完了 今天的第一 恐怕又是他的了 按这一进度 恐怕顶多 只需要三年的时间 他的总资产 就得破五亿了吧 是 我跟你说 不愧是家族中 种子级别的人物 难怪能这么受支持 听着人群中 这传来的 一阵阵的羡慕声 沐雨昕这脸色 依然是冰冷 而又带着淡淡的妩媚 开始做起了 今后的发展规划报告 我今年的发展规划 主要集中在 继续巩固自己 目前几个主要项目的经营上面 将这些做到最好之前 暂时不会去考虑 其他的投资项目 之后 就是这个具体的发展规划呀 包括招商策略呀 背景介绍啊 项目执行人介绍啊 等等等等 还有经济分析 这全部介绍完毕了 沐雨昕呢 冲着主席台上 行了这么一礼 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 缓缓坐下 听完沐雨昕的汇报 就连一只漠然的 红图的脸上 竟然也是罕见的 露出了一丝笑意 对着沐雨昕微笑道 哈哈哈哈 雨昕 干得不错啊 如果明年 你能将纯利润率 提高到90以上 那么 在我家族里 能够在25岁之前 达到这个成绩的 你是第二个 至于那第一个呀 自然就是洪德丽的父亲 洪卫国呢 沐雨昕是赶紧又站起来 恭敬的说道 是 我会努力的 啊 坐下吧 红图是点点头 哎哟喂 哎 我说 看到没 厉害呀 不愧是天才呀 是啊 天府高 哎呦漂亮 我的天哪 我跟你说啊 人比人气死人哪 这这了不得还这事啊 听着周围这个 家族子弟的敲声议论 沐雨昕呢 忽然是透过周围的人群 看向了洪德丽所在的方向 可惜啊 却什么也没能看到 轻轻的叹了口气 沐雨昕只能是无奈的摇摇头 现在的自己 已经和洪德丽 不在同一个阶层之上 以洪德丽今天的表现 以后估计 只能是勉强的保证 不为踢出核心的这个阶层 而天赋优秀的他呢 则是前途可以说是无可限量 等以后多赚些钱 尽量的偷偷资助他一些 这莫名的呀 轻叹了一口气 沐雨昕是暗暗的说道 之所以这么照顾洪德丽 那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当年他的崛起 其实也是占了洪德丽的光子 那时候洪德丽呢 尤其是喜欢抱着他的大腿撒娇 就连带着他呢 也在家族这领导层里面混了个眼熟 最后经过拼命的奋斗 终于是有了如今的成就 这饮水不忘挖井人 沐雨昕面对洪德丽 还是保持了这么一份关怀之心的 这时候台上已经又开始点 下一个人的名字了 第十九名评选者 洪安保 在众人的注视下 洪安保呢 是缓缓的站起身子 先是行了一礼 之后静静的听着主持人的介绍 这个 洪安保 22岁 13年他的排名是第六名 获得2000万发展资金 目前项目评估如下 饮品公司一家 投资情况 3500万 目前年纯利润2900万 特殊说明 其中家族支持2000万 额外向洪德丽出售房产 2500万 共计4500万 最终结果 年纯利润率 64.4% 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 听到这个主持人的额外说明 这下面的众多家族子弟 顿时孝子一团 哎呦天呐 居然是卖给大力 那个败家子 换来2500万发展资金 我还真是才知道 嘿 哎 我是啊 大力这是白送他发展金呢 完了回来 还得被对方偷偷的那句傻逼 哈哈哈哈 真笑死我了啊 是是是 哎 我跟你说 这种事儿估计也就他这败家子能干得出来 嘿嘿嘿 哎 哎 大力呢 哎我刚才看他坐这来着呀 人呢 这红大力啊 盖着衣服 躺在凳子上 这呼呼呼的呀 睡得个震天响 众家族子弟那看的是一阵吃惊啊 哈哈 我去 哎呀 我去 这败家子居然在那能睡着了 是啊 我说 这时候还能睡得着 我说他这心可真大啊 我说怎么没看到他呢 原来躺下来呀 我去 在这个家族会议上睡觉 我哎呀 真是败家子出了名了 是 你想啊 不睡不行啊 是吧 他是相当于花了2500万 购买资产 看投资基数 就提高了2500万 哎 这回呀 估计得见底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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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吧 哈哈哈哈 沐雨西是听着周围这家族子弟的议论声 无奈的呀 摇摇头 这个家族呢 虽然是够大 可是毕竟还是太有些 人情冷暖了点 很快 洪安保做完今后发展规划的这个 发言 不少这家族的子弟呀 啊 都是这暗暗的说道 年纯利率 百分之六十四点四 同比增长十一个百分点 我去 这儿恐怖啊 这后续发展规划做的也不错 也就是沐雨西和大伯家的洪安锦 能比他强点 估计啊 今年第三名 绝必是他 这家族会议啊 按照年纯利润率 占百分之六十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 发展规划 占百分之十的计算方式 来最终排名 目前呢 按照这个纯利润率 以沐雨西最高 之前排在第七个的洪安锦 年纯利润率呢 是百分之七十三 排名第二 再之后 就是洪安宝的啊 这个百分之六十四点四 再加上同比增长 这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 洪安宝拿到第三名 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坐在座位里 哎 这洪安宝啊 得意洋洋的 环顾着四周 只要是能够进了前三 那就算是真正的扬眉吐气 第一名 一亿的资金 第二名八千万 第三名五千万 沐雨西和洪安锦呢 肯定是排名在自己之上 不过这第三名 看来已经是毫无悬念 洪安利那边呢 咱别的不说啊 光是这两千五百万的房产投资 就足够是压得他套不过气来了 还是老爸聪明 临时给自己加了这么一条 不然就以他搞的那些玩意儿 还真可能会被他咸鱼翻身了 如今就不怕了呀 这两千五百万 现在算得上是他自己的投资 就算是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率 也是得这个七百五十万 再加上 他弄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买房养狗 这回你知道什么叫后悔了吧 接下来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家族那些成绩一般般的子弟 去汇报 终于到了红氏家族第一败家子 洪大利 汇报成绩的时候了 第108名评选者 洪大利 这主席台上啊 负责播报的女人 看着手中的资料 语气漠然的将之公布了出来 洪大利 18岁 刚刚举行成人礼 13年 家族年轻子弟排名 5 目前拥有项目如下 夜总会一家 酒店三家 房产若干 他是刚读到这里啊 又读不下去了 这后面诗是越来越小 各种宠物狗 若干 流浪狗 若干 山头一个 湖泊一个 然后啊 这个女人这脸憋子呀 那通通通通的 可能啊 就是那个憋笑 憋得太辛苦了点 这果断的寻找这个 大长老宏图帮忙 大长老 您看 这 这此时下面那众多的家族子弟 早就是已经爆笑成一团了 哈哈 哎呦 不会是咱家族的第一白瞎子啊 果然是不出我所料 这小子 忒能败家了 哎 我 哎 这这这要是真把咱们家族的脸给丢光了 哪有这么搞的呀 别说话了 要不是看在武败的面子上 估计啊 他连这个大会议室都进不来 别说 别别扯 别扯啊 可惜那么好的出身了 哎 我都想不明白 他是怎么能混成这样的呀 谁知道啊 嘿 这这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那 这可真是啊 人有 但惜或不 哈哈 听着下面这众多弟子啊 那传来的低声的嘲笑 以及惋惜轻叹 这宏图啊 也不由的是老脸一红 狠狠的咳嗽了一下 等下面终于安静了 这才是陈生说的 兰丽 兰丽 还不赶紧站起来汇报一下 他这叫了一声 没见人起来呀 又接着叫了两声 还是没人起来 这时候 整个会议室里都安静下来了啊 这众人士四处寻找 忽然 有一名家族子弟是大声道 他在这呢 给众人士纷纷的顺着方向找去 哎呀 这整个会议室里 瞬间就彻底没事了 只传来洪大利那轻微的呼噜事 这回呀 红图也忘困了 这 这 这 哎呀 这猛然间呢 几乎所有的家族子弟 都是疯狂的大笑起来 甚至不少啊 连腰都支不起来了 整个会议室里 只能是听到一阵 几乎是突破天际的爆笑声 哈哈 哎呀 我天神的 我这 我这小的 我怎么 哎呀 我 这红图丽呢 继续的 这红图啊 那是哭笑不得 他开什么 睡着了 睡 睡的还挺香 喝 他倒是想喊洪大利起来 可是呢 他却也知道 还不如干脆叫洪大利继续睡下去呢 不然起来的话 这脸那丢的更大 他想了好一会儿 忽然跟身边那个负责点名的女人说道 我记得 这大利身边好像有个叫林小一的吧 啊 据说是负责帮大利管这些事的 你 现在去把他给我砍过来啊 哎 是 这女人当即离开了啊 这卧走的时候呢 脸很红 还仅仅是捂着嘴 那看 不用想 肯定是笑着跑的 嗯 啊 这红图是清了下嗓子 啊 这个 大利平时的事情呢 都是由他的手下在管理 这个 大家先等一等吧 如今这大长老红图说话了 哎 这下面的众多弟子呀 自然是不敢太过分 只不过是一个个的都在低声议论着 这议论的话题自然都是围绕在洪德利的身上 哎 我说啊 这个就算得上是最后的审判了吧 差不多 嘿嘿 其实本来呀 他是有点机会的 问题是他买了那么多房产 那玩意儿就算是能升职 还能有多大的涨幅啊 对不对 是是是 这一次啊 估计是要跌到古底了 嘿嘿 这百家子的外号 看来得陪他一辈子 估计啊 这要是换成别人 就这功夫 早就是钻地缝里去了 可这洪德利睡的 那叫一个安稳的 那叫一个安稳的 他压根就没把这边当回事 当然了 这种会议 对于他来说 也确实是跟催眠曲的效果差不多 他之前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啊 干巴巴的报告 这场内百事多少人 也确实是给洪德利催眠的 欲陷欲死 那可当真是醒了睡 睡了醒了 就就不再不再重复的 啊 没过多久 大会室的门被缓缓推开了 林小一跟着 是前去找到他的那个女人啊 一起来到了这个大会议室里 此时的大会议室呢 众多的家族弟子都在窃窃私语 很多人并不认识他 眼见他进来后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了他的身上 这林小一呀 是随便扫了一眼 很多人的目光都带着同情 当然了 更多的是幸灾乐祸 这雪中送炭 没人愿意 落井下石倒是喜闻乐见 只一眼 林小一就已经大致明白了 这场内的情况 看来呀 他们可能都是等着看少主的笑话呢 林小一是心中轻小 也不多说什么 很快就走到场内 冲着高举主席台上的三位长老 这行了一礼 说道 少主手下狗腿之手 林小一 见过三位长老 他这话一出口啊 场内又是一阵的暴效 听到了吧 他居然承认自己是洪德丽那败家子的狗腿子 这可真是奇了啊 别说啊 让我笑会 让我笑会 这一年头啊 真是有拿这狗腿子当好事 往外说的 这真是物以类聚了 要不怎么说呢 身为一个败家子那必须得有狗腿子呀 他一这败家子当得很成功啊 听着这家族众多弟子的话 林小一呢 云淡风轻 这么微微一笑 没有丝毫生气动怒的模样 只是静静的站在那 等着上面下达汇报成绩的指令 这红图是看着眼目前这个小姑娘 对他之前的话呢 表示有些好奇了 不知道他的那句 少主手下头号狗腿的话 到底是出自真心呢 还是因为什么呢 这狠狠的咳嗽了一事 等会议室内 所有人都把嘴闭上之后 红图 这才是冲着林小一点点头 说道啊 小一姑娘 大理投资的业务 你应该都比较清楚吧 那么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的 林小一是微笑着 冲红图是拘了一躬 之后整理了一下情绪 开始汇报红大利 目前的所有成绩 要不怎么说呢 身为红大利手下的头号狗腿 这林小一确实是有真本事 对于红大利搞的那些东西 他简直就是如数家 人当即就开始汇报去了 少主购买了西四环 叶来乡的叶总会 共计耗资八百万整 他这话说完了 当即就有专门人士开始揭露了 啊 好 这红图是点头问道 那如今的收益如何呀 是亏了还是赚了 亏了多少 赚了多少 啊 他这话呀 可以说是在场左右人都关心的问题 这人人都想 开什么玩笑呢 就红大利那白家子 搞的东西还能赚钱 不亏就不错 当然了啊 这个也有消息灵通的 按道 我这项目 我跟你说啊 红大利还真没亏 那现在听说很火呀 啊 这灵小一是笑道 目前的日营业额已经达到了五万元的纯利润 年纯利润一千八百万 这红图都傻了眼了呀 啊 灵小一这话是一出口 下面的人顿时就惊了 这这这这怎么可能 百分之两百以上的纯利润 这是作弊呀 这是不不不可能 更有甚者干脆是直接大声喊到 哎 我说啊 你你你可不能随便的胡乱编造啊 哪有那么高的利润呢 是是是是 我们要彻底的盘查清楚 红安宝的脸色 那更是瞬间苍白了下来 这这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的 他买夜来箱的时候 夜来箱已经快倒闭了 这才多久 利润就一千八百万 这这这不可能 好了 这红图啊 是大贺里声 快快派人去查一下账单 快去 这红图也是震惊了 红德利为了败家买的这个夜来箱 利润有这么大吗 大约是五分钟后 那边有庸人拿着电话是匆匆过来 红图呢 按下了免提的按钮 电话里传来审核专员的惊呼声 哎哟 大长老 是真的 都是真的 我检查了账户 银行的账号 这对账单的消费单 都是真的呀 这所有人彻底都愣住了 这 这是真的 这红图啊 是看下了红德利的方向 红德利呢 哪睡的 哪有一个香甜 这鸡 鸭 啊 猪 在那呼呼的睡着 这短暂的震惊过后 林小一呢 是继续微笑道 大长老 我可以继续了吗 你继续 你继续啊 红图虽然是身为大长老 那这时候也不由自主的是 坐直了身子 我听着 你快继续说 好 少主花了240万 购买了零点中文网 也就是如今的 终点中文网 再加上打广告 以及员工作者的费用 总共投资大约600万 林小一是缓缓的说道 这目前的月营业额为 6万的纯利润 年纯利润为72万 啊 这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还好 还好 这个红图啊 是蹲起了茶杯 喘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还算是正常 下面这众人呢 这回算是学乖咯 不瞎起哄了 只是不少人呢 在下面小舌头 哎呀 这个还行 还行 勉勉强强 我就说嘛 他怎么可能每个都那么变态呀 确实 这个还算是一般般吧 600万的投入 年72万的产出 跟叶来乡 没法比 没法比 我估计这叶来乡啊 他就是人品好 才弄成这样 是 是 我就说嘛 他不可能总是运气那么好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听到这一条 红安宝顿时就放松了不少了 啊 就连这当代的家族第一天才 木雨昕 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600万的投入 这个收入 只能是算作 勉强违亏 毕竟嘛 如果每一样都像之前的叶来乡那么变态 那他就不用混了 啊 干脆 卷铺盖卷走人算了 可惜呢 这林小义啊 是这个明显的 来踢管的呀 毫不客气 只不过呢 目前终点中文网的日IP 已经突破了80万的大关 很多厂家都想要在网站做广告业务 只不过被少主推掉了 他说到这儿啊 脸上带着恶魔一般的微笑 那些广告的总价值约为530万每年 如果考虑到不影响读者的读书影响的话 控制在200万以内 还是没问题的 这红图顿时把喝到嘴里的一口茶全喷出来了 这这还是不影响读者阅读体验 这要是稍微影响一点 那岂不是每年起码能接下300万的广告啊 这这了不第呀 这个啊 而作为一个小说网站 这真正关键的呀 还不是这个简单的广告费用 果然林小一是继续微笑着往外扔炸弹了 如果算上作品的各种版权出售的话 年纯利润大约是400万左右 600万的投资 400万的纯利润 这个比例已经是相当恐怖了 尤其是那80万的日IP 而最重要的下面已经是有儿发现了 一名脑袋转得比较快的家族子弟是教头 那个小一姐 这这这书展 千哥还没开始大力推广吧 是的 林小一是点点头 这些呢 都只是少主自己弄出来的 而目前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火鸡输成 已经是摇摇欲坠 日IP已经跌破了40万的大关了 这周围是一片倒吸凉气的生意 这还是在 没在千哥大力推广的 这要是拿到千哥的推广资源 咱不能说是翻翻涨吧 就算是涨一半 日IP120万 那就足以统治网文界了呀 而就在众人的惊讶中 红德力呢 还在那睡觉呢 那就一个香了 这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正视林小一了 因为他们知道 红德力搞的这东西远不止这么两样 那果然呢 林小一是继续汇报 少主为念威小姐举办的演唱会 大约使用了300万的成本 目前收入所得是 网站下载分成360万 以及彩威影视传媒公司一个 目前网站的视频下载增长速度 已经是开始减缓 预计年内总下载分成大约可以达到500万左右 而影视公司目前在市面上的估价是3000万 如果说之前的那些算是重磅炸弹 那么现在的这个就是核武器了呀 300万的投资 3500万的回报 看这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啊 不折不扣的神话 开人们玩笑呢 将近12倍的利润 足足12倍啊 咱们就说啊 在场的这些家族子弟 谁能做到 这 这 这红图是知道 红代理捧起来的这个李念威啊 现在很红 但是他也是完全没能想到 会红到这个地步 300万的 搞出一个估价3000万的公司来 这 这是提地啊 这下面的众多家族子弟 都差点崩溃了呀 不是 太过分了 这个 作弊 绝必是作弊这个 所有的家族子弟的脸色 那都清了 一来乡 百分之200以上的利润 就已经很夸张了 这直接杀出来个12倍的利润率 这谁能受得了 就连这家族当代第一天才 沐雨昕 也坐不住了 毕竟嘛 他最高也就只能是做到80%以上 再高 那就实在是很难了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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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算不对 你这么算不对 这红安宝是满头大汗 忽然想起一事 拼命教导 我跟你说啊 你这么算就不对 特别不对 这个洪德利 开这个影视公司 可是买下了整整一栋的沉灰大厦 那个投资也算这里面吧 对不对 听了红安宝的话 这周围那些家族子弟 是全体赞成 对 必须得这么算 不然的话 这利润率也太恐怖了 会吓死人的 好不好 别的不说 开个影视公司呢 总得有地方吧 总得有员工吧 总得是有些耗材吧 那些都得算在成本里啊 您是红安宝少爷吧 林小一的脸色 非常平静 听了红安宝的问话 没有任何的惊讶 只是微笑的 那些呢 会在后面汇报 属于防产项目里面 这好吧 这红安宝是狠狠的咬牙 到时候 你得给我好好算算 这总利润率才行 他这意思就是 别看你现在单独的项目 弄得好 到时候啊 弄的那些个什么 房产什么的 对吧 他可是知道啊 这一下总利润率 就得拉下去 别的不说 咱就说这个事 红卫国为了红弹力 买了将近十亿的地皮 这些到时候都得说出来啊 对不对 这红图是大声的咳嗽了一下 平静了一下心情 微笑道 啊 小姨姑娘 还请继续吧 好的 林小姨是微笑着 继续汇报 少主之前 买了四百条的宠物狗 再加上人工费用 和饲料费用等等 共计花费一百六十万 目前产出总价值是两万元 这一次啊 红组的茶是明显没喝进去啊 剧烈的咳嗽起来 那个 不是 你 你 你真的没报错吗 啊 这以后听林小姨汇报红弹力的事 啊 他妈老子再也不喝啥了 不然飞枪子不喝 我就说吧 这个百家子啊 这这玩意儿 这如果说 之前的都是重磅炸弹 那么这一次啊 可算得上啊 是叫大家这个啊 都是如沐春风 这下面的众多家族子弟 顿时都大笑起来 我就说吧 我这小子肯定是壮大运了 才弄成那样了 这才对嘛 对不对 啥啥啥啥 投资一百六十万 产出总值两万块 这简直就是赔死的节奏啊 这沐雨昕也是忍不住的 忍俊不禁了 那这严嘴轻笑起来 随后呢 缓缓摇了摇头 安道 真是不知 他怎么想的 红安宝则是差点没高兴跳起来 投资一百六十万 产出两万 呵 这简直就是作死呀 那这么看来 自己这位置怕是没问题了 这洪大力呢 那继续的是呼呼的呀 睡着安稳觉呢 那个小姨姑娘啊 这一旁一直笑眯眯的二长老洪伟 有点坐不住了 这个利润率 简直是也太惨了点了 你确定这一部分你没报错吗 他这也是好心的提醒 实际上 在他的想法里 哪怕林小姨说 这些宠物狗卖出去一部分 换回来个二三十万 也算是说得过去 凭他的地位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不叫人查 那都没什么关系 毕竟不是什么大数目 这么点权力 他还是有的 曾经的二长老 您好 林小姨冲着二长老洪伟 这么优雅的行了一礼 说道 作为少主的头号狗腿 我必须要为少主考虑 当然 这一部分还没有结束 在后面 我还会提起 那好吧 这样啊 听林小姨这么一说 洪伟呢 是点了点头 我希望 后面会有惊喜 那你继续吧 好的 林小姨开始继续汇报 少主拍摄万万没想到的微电影 目前网络上连载两集 投资 共计三万元 下载分成收入 目前是165万 预估广告价值为480万 当然 广告那一部分 已经被少主推掉了 这 这是作弊 有没有 3万的投资 165万的收入 50多倍的回报率 开什么玩笑呢 所以 这宏图感觉啊 今天这心脏有点不够用了 或许 这应该是弄点什么 速效救星玩的准备着 以为不时之需 确实没有报错 实际上 这个数量还在不停的增长中 目前这两集的全年下载量 应该在300万左右 而少主说 这是连载的微电影 每两周 一集 一共就是12集 两集三万 网多了说是5万块钱 这12集 也就是30万 可是这两集一年的下载量 就有300万 就算是少说些200万 那12集也有1200万呢 30万的投入 1200万的产出 40倍 哎呀 如果说之前的家族子弟 有个50%以上的年纯利润率 就已经算是很天才的人物了 那如今的洪大利又该怎么成果啊 妖孽 关键是 洪大利的败家属性 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 那喝起来 妖孽败家子 这场内不少家族子弟 哪都有一种想掐死他的冲动 心里都想 你他妈 败家还能赚这么多钱 你还叫不叫人活了 你 你这是要逆天吧 你 没 没 没这么办事的 你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给洪大利呢 白家 继续 白家 这洪图啊 好像发现了一座宝库似的 笑的那是无比的开心 摇头无奈的 哎呀 哎呀 这小混蛋啊 倒是挺能骨头的嘛 投入三十万 产出一千两百万 啊 这然后一把就捂住了胸口 哎呀 天哪 不行 你你先等我缓缓的 啊 先等我缓缓的 至于下面的众多的家族子弟 那脸都清了呀 好像跟洪大利比起来 他们那些都是小孩子过家 去洪大利 这才叫真赚钱呢 哎呀 这个问题在于啊 很多提前听到一些消息的人 明白 此时林小姨说的这些 实际上那就只是冰山一角 洪大利因为败家 这骨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啊 就比方说红安宝吧 他现在就被吓的呀 脸色煞白 连话都有些不敢说了 毕竟嘛 他还不清楚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呢 沐宇西那边呢 哎呀 这无奈的摇摇头 哇 哇 利润率啊 百分之两百以上的夜来乡 十二倍的影视公司 如今又出来个四十倍的微电影 这个叫他心思是非常的混乱 他很想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 然后偏偏又有点害怕 这种感觉就跟看鬼片很接近呢 估计啊 打从有报告会开始 能从这个听汇报成绩 听出看鬼片感觉的 这都算是头一份了 此时呢 大长老宏图在努力的恢复着心情 林小一则是就那么静静的站在原地 微笑着听着下面那些议论声 他一点也不着急 身为洪德利身边的头号狗腿 林小一一直都不认为 这是什么不好的这个名称 能给少主当狗腿 那可真不是随便谁都有这资格的 在昨天晚上 林小一 唐木新和李念威已经是算准了 今天肯定会有这场面 所以呢 那林小一是连夜的将洪德利最近搞过的事情 全部整理了出来 毫不夸张的说啊 很多事情 甚至就连洪德利自己都不清楚 而整理出来的结果 哇 也着实是叫他们三个大吃了一惊 林小一记得很清楚 这一切整理出来之后 唐木新只说了一句话 他离这混蛋 他的运气 实在是 然后就飘飘的 回去睡觉去了 无语了都啊 这腻了天了 那个小一啊 这大长老宏图啊 终于是缓过气了 坐在会议桌子前 这眼睛都笑的眯了起来 那个还有什么吗 你继续讲吧 看来今天大力这孩子 是想给我们几个老家伙一个惊喜啊 好的 大长老 林小一是点点头继续开始汇报 少主头段时间 以380万 入股威力饮品10%的股份 目前月回报利润为35万 一年后可以完全的收回成本 那这一条还算是勉勉强强 下面总算是安静了一些 林小一呢 是继续说 头段时间 在拍媒会上 花了40万 购买了一个玉如意 目前作为他的宠物狗 萨摩 笑笑的玩具用 这下面啊 众多的家族子弟 哎呀 可就是不敢这个笑了啊 这玉如意该不会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吧 绝世的武功秘籍 那个小一啊 这个玉如意有什么用处吗 红土也是好奇起来 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的玩具 不过萨摩笑笑 好像很喜欢这个 这林小一是回答道 下面啊 顿时就有弟子忍不住了 直接就笑出来了 林小一不管那个 继续汇报 120万 购买了按金耳环一对 送给了李内威小姐 听到这个 那这大家呀 奇奇的是 哦了这么一声 台下的红安堡呢 是撇了撇嘴小声的 哼 这个红大李 倒是挺会送人节的 然后他就后悔了 因为林小一呢 把他的事也抖了出来 哦对了 当时红安堡少爷 还用260万 拍下了一把 由我们天国最著名的铁匠 软橙质 打造的斩铁剑 哼 一听这个 这周围的呀 众多家族子弟 有不少顿时都忍不住了 哈哈笑了下来 这可是事实 那抵赖不得 红安堡这脑袋呀 都快缩到桌子底下去了 反将红安堡一军 把这林小一是继续的 少主最后还花了200万 购买了一套 虚拟现实投影系统 听到这 这前面主席台上的红图 是问道 小一啊 这套虚拟现实的投影系统 有什么回报没有啊 啊 有的 通过这套系统 少主与林初音姑娘 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 这林小一是笑咪咪的 下面众多弟子呀 顿时好奇起来 这200万跟个女的建立 有一关系 这这这也算投资呀 啊 是啊 不是 这个 不算是什么回报吧 要说成是泡妞还差不多 其实也难怪他们不明白 毕竟吧 一般只有在天津市内的 而且是真正上层的人 才知道林初音到底是谁 那红图就知道 此时他是惊了呆了 你说的 可是林家的那个 林初音吗 那个 啊 他说到这 没再继续说了 啊 满意的笑了起来 好 这一笔买卖 划算 不错 不错 这有道是啊 好奇心害死猫 啊 听了大长老宏图的话 下面的人 顿时就有点坐不住了 一个问一个的 有的外地的 不明白的 更是急得火烧屁股一样啊 最后 到底还是有不少这个天津市 本地的家族子弟了解 很快 关于林初音的事 就泄露了出来 然后在场所有人 全部都惊呆了呀 智商一百八以上的科技宅 自制火箭 突破大气圈 酷炫到飞起的超级跑车 以及啊 没有感情的人形生物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 他还获得了国家的保护 那这几条随便是拿出来哪一个吧 都足以将人吓的呀 吓不都得掉了 这时候 众人算是认得明白了 宏图的这一句 这比买卖很划算 是个什么意思呢 不是 这是作弊呀 作弊呀 这是啊 他运气怎么那么好 吃什么长大的呀 他是 有没有人性啊 啊 这鸿安保抵的呀 都快咕咕了 说起来啊 他也确实倒霉 你看 这个威力饮料 最近给他的猛牛饮料 那造成的压力是超级大 如今呢 接二连三的被打击 这换谁也受不了啊 就连目前排名第一的 沐宇西 以及排名第二的鸿安锦 也都是只能无奈的苦笑 谁能想到啊 半路杀出了一个 谁都没看好的败家子 将他们给吓得 一个个脸都歪了 而且尤其叫人郁闷的是 洪德利这个败家子啊 一开始 完全就只是为了花钱败家而已 也就在这个时候 林小义也终于是露出了 那恶魔的獠牙 另外 少主搞的这些项目 其实只是为了败家花钱而已 哎呦 我的心呢 别说你心了 别说你心了 哎呀 我这个脑子呀 这还叫不叫人活了 败家都能败出这玩意 我他妈也败去我呀 败的什么玩意 这样 听了林小义的话 这下面的众多家族子弟啊 顿时啊 就有不少 一下子是贪软在了地上 差点没郁闷到吐血 你看 这别人辛辛苦苦 一块钱当十块钱花 啊 好不容易 攒点钱乐得跟什么似的 洪德利这可倒好 成天是败家花钱 莫名其妙的 就获得了这么大的好处 天天呢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效果 这还叫人怎么活呀 还能不能一起快乐的玩耍了 是吧 所以说 这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那可这也不再这么打击人的呀 啊 洪德利呀 却还是在那边睡觉呢 可问题是 这还没完呢 林小义那明显还有很多事情 还没汇报呢 大长老 那我可以继续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继续说吧 哎呀 宏图也觉得 今天这个信息量啊 有点略大 不过还是微笑道 我现在也是很好奇 大力这孩子 还有哪些事情 会给我们大大的惊喜 啊 就是说的呢 尽量要慢点 慢点 心脏不好 哎 好的 林小义是继续 嗯 少主目前投资了电影 倚天屠龙记之江湖 预计五百万 目前在网络上人气很不错 相信将来的票房 能够完全的收回成本 而且还有不少的盈余 后退了 在天井山的外围那里 少主投资了学校 同时呢 还给林初音小姐 修建了一个专用的实验室 目前正在建设之中 具体的账务 还没有统计结束 那这几条消息还好 毕竟还没产生实际的收入 众人勉强的 算是能够接受 只不过啊 听说在给林初音建设实验室 给众人也能知道 将来肯定是前途差不了啊 这主席台上的宏图 点头说道 啊 没想到他居然还投资了学校 是打算招收学员吗 不是的 林小一是如实汇报 少主是准备招收一些 念不起书的贫困的孩子进入学校 那这所学校目前来看 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哦 这红图是哈哈大笑 看来大力这孩子 挺有想法 啊 这点不错 不错 那继续吧 好的 林小一是继续汇报 少主举行了我是歌手的节目 当前投资四期 共620万 实际收入是640万的票房 天津卫视 每期购买电视版权为100万 很酷视频网购买网络独家播放权为 每期150万 美国购买我是歌手的举办权 400万的美金 而我是歌手 据少主所说 一共是十几 目前根据统计 保守估计的话是 1000万左右的成本 收益为3000万的票房 电视播放版权为1000万 网络播放权为1500万 以及400万美金的授权 林小一说到这儿 这场中是陷入了一阵的寂静 短暂的安静过后 下面瞬间就沸腾了 1000万投资 5500万的回报 老天爷你开什么玩笑的 有这么高的回报吗 什么玩的那是 别说话 让我静静 德哥谁是静静 滚大 滚大 550%的回报率 这恐怖到几点了 这样的回报 目前还没人能做到吧 啊 什么玩了呀 啊 这下面的众多子弟呢 都是不由自主的 咽了一口唾沫 不过 投资1000万 就能赚回来 5500万 还有400万的美元呢 这只有妖孽 才能形容啊 要知道 到了这种档次 要想要达到 这样的利润率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础资金的越高 啊 这利润率的增长的 就越难 沐雨昕 号称是家族第一天才 这利润率 也不过是 接近90%而已 而洪的力却 居然做到了 这简直就是 难以用奇迹来形容啊 啊 可是林小一的话呢 明显还是没有结束 他微微笑了一下 继续说道 嗯 这些呢 只是版权方面的收入 另外 还有演员方面的收入 这一次 我是歌手的节目 少主 共签线了 楚仲琴 姜若宇 常公炎 等八名歌手 目前 公司通过他们所赚到的代言费 大约是 1600万 而后期 香气会更多 这一次 众人已经是 啊 感觉到完了 没法呼吸了 这世界都崩溃了 毁了三关了 洪的力呢 依然在那边 只不过这一次啊 已经是没人在笑话他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啊 洪安宝这拳头 都快要捏破了 狠狠的咬紧了牙 公特利 这个混蛋 为什么 为什么他总是要这么 跟我作对 为什么呀 不过还好 这些只是他的投资的赚钱的项目 他真正的软肋 是那些地皮 那些投资巨大的地皮 这些小项目赚钱又能如何 跟那些地皮相比 只能算是毛毛鱼 毛毛鱼 你等着吧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 抢掉我这家族第三名的位置的 也难怪洪安宝会对洪的力 恨到这个程度 他本来呢 就嫉妒心重 之前就一直嫉妒 洪的力出身好又受宠 如今更是要抢了他的位置 他怎么能不着急呢 第一名 第二名八千万 第三名五千万 这出了第三名 后面就只有两千万的发展资金了 这差距何等巨大呀 要是换了别人还好说 可是洪安宝的这个位置啊 无比是尴尬 如果没有洪的力 那么他就是第三 可是如今呢 洪的力要是这么弄下去 啊 那沐宇齐和洪安锦的位置 先不说吧 他这第三肯定是没有了 五千万和两千万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 实在是叫他有些难以接受啊 哈哈 好 好啊 大力这孩子 有天赋 有天赋啊 那 小一姑娘 这后面 还有吗 啊 哈哈 这宏图是坐在主席台前 哈哈大笑的 笑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啊 还有的 林小一是轻轻扫了坐在一旁的洪安宝一眼 微笑道 接下来我要汇报的就是与安宝少爷所说的房地产相关的产业了 嗯 哈哈 好 你说说 你说说 这洪图是笑着的 这目前房地产业可不大景气啊 有惊喜吗 应该是有的 林小一是微笑道 少主从安宝少爷手中 共机购买了两千四百万的房产 其中包括一家网吧 一家桌球室 饭店三家 宾馆两家 以及四十八家住宅 嗯 目前网吧呢 年利润率 大约四十二万 桌球室的利润率 大约三十一万 三家饭店 目前 生意还不错 年利润率 共计 二百五十八万 宾馆的年利润率 一百二十三万 这住宅的年利润率的话 暂时 还没有 听了林小一的话 啊 这洪图的脸上啊 这表情 这说不清到底是什么 好像是有点惊讶 有点开心 又有点 无奈 还有点莫名其妙 这最后总结起来啊 就是非常古怪的表情 啊 两千四百万的投资 嗯 这个收入 马马虎虎吧 他本来是想说 有点低的 不过转而一想 这些项目 能有这样的利润 实际上 已经是很不错的 所以 这果断的改口 只能是说出了 马马虎虎 啊 这洪安保呢 都是吃的一声 光这一项 就是三千万的成本 再加上 五千万的 陈辉大厦 前面的那些什么 几十倍的利润率的项目 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这回看你怎么办 哎 这下面的众多弟子呀 也是议论开了 纷纷说道 哎 听到了吗 看来大力搞 吃喝玩乐的 那还行 啊 买这房产 可就 哈哈哈哈 是啊 这人哪可能 总会有这么强的运气 之前吓死我了 这太牛叉了 哎呀 不过呢 就算是有这两项 他的排名也不低啊 这安保少爷啊 估计是要被压了 那没办法 只能说他自认倒霉 有什么办法啊 哎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呢 林小一却并没有任何的着急 只是微笑的说了一句话 这些项目目前看来 收入并不高 不过 他好笑的 又看了红安保一眼 说道 在少主接手前 这些产业 在安保少爷手中的时候 年利润率的总和大约是 一百万 听林小一这么说 啊 这红安保的脸啊 顿时就白了 他是千算万算呢 都没算出来 啊 林小一居然把这个都能算得出来 同样的东西 在他红安保的手中的时候 年利润率是达一百万 等到了红大利的手中 那就是四百五十万 足足三点五倍的涨幅啊 这只能是说明 红大利比红安保强 而且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 这偏偏众人呢 一直都管红大利叫败家子 啊 如今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都被红大利这个败家子 给死死的压住了 甚至连翻身的希望都没有 这差距啊 实在是堆大 这一次的脸 打的那真是啪啪啪的响啊 甚至 就连在主席台上的宏图 也是深深的吸了口气 看来今天林小一 真的是准备的相当充分 不会是红大利身边的 头号狗腿 虽然他看起来很弱小 女流之位嘛 但是实际上 他的能力 那真的是很恐怖 能够将红大利的东西 啊 这个记得这么清楚 而且完全不用看稿子 这一点 就已经是说明了 他的能力了 这一次 足足是安静了 好一会儿 哎呀 红安保这整个人 都跳起来了 大声说道 不不不不对啊 不对 这这这这不对 有什么不对的 啊 这红图呢 是轻叹了口气 这个红安保啊 实在是叫他太失望了 他失望的 倒不是在于 说红安保的能力 而是在他的性格 你莫非怀疑 小一姑娘汇报的准确性吗 啊 不不不 不是大声啊 不是啊 这个时候 一直坐在下面 外围的红剑叶 也终于是站了下来 沉生说道 如果 只是说大力的这些项目 赚了些钱 我承认 但是大长老 也请您不要忘了 因为他的关系 魏国 可是几乎就没有任何考虑的 在西四环买了大量的地皮和房产 根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 那些房产和地皮 足足花了9.5个亿 9.5个亿啊 这是多大的手笔啊 啊 之后 红剑叶是早上前来 远远的呢 盯着凌小一 沉生说道 小一姑娘 这9.5个亿的房产 收益呢 你可敢说吗 啊 具体收益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 凌小一是依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您说的是指枫园湖 天井山 以及西四环的那些地皮 对吧 不错 看来你很了解 啊 这红剑叶是得意的 此时呢 红剑叶已经可以说是摆明了以大欺小 啊 就连坐在这主席台上的二长老洪伟都看不下去了 喝倒 剑叶 那些可以说是魏国的投资 怎么能扯到大力的身上 哼 可是 二长老 这红剑叶是缓缓的说道 问题在于 魏国的这部分投资 起因是在大力的身上 这个 我总没说错吧 啊 他说着 得意的张开手来 笑道 要是因为我家安保的原因 导致我拿出钱来投资 那也应该算在安保的头上 总不能说 赚钱的都是大力的 亏本的 是魏国的吧 啊 这一部分的具体购买内容 是属于老爷那边进行的 我并不清楚 林小一是毫不示弱的 与红剑叶对视 微笑道 不过 先生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是因为少主而起 自然也该算在他的身上 只不过 林小一是顿了顿 继续道 或许 有别的方面 可以抵消这一部分的投资 啊 洪剑叶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九点五个亿的投资 大力靠什么能抵消这么大的数目 好 你不妨说来 让我听听 如何呀 听洪剑叶这么说呀 在场所有人的耳朵 都几乎都竖起来了 啊 他们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 能够抵消着 九点五个亿 这样的堪称 天文数字的投资呢 其实 也很简单 林小一是微笑道 少主开的演唱会 捧红了李念威小姐 然后 李念威小姐迅速窜红 连带着搜索她资料的人增加 再加上 万万没想到和我是歌手的火爆 使得导致天歌搜索引擎的使用量提高了八个百分点 连带着天歌股票也跟着升值了百分之七 目前天歌搜索引擎的市场估价最低大约在两百亿以上 提高了七个百分点 可以说相当于一夜之间总资产增加了十四亿 此时的林小一 那笑的就好像是一只恶魔似的 嗯 那笑的相当霸道啊 这部分可以抵消那九点五个亿的投资了吗 这 这 这 红剑叶是张口结舌 啊 黄安保呢 一屁股坐在李子上 跟斗拜的攻击似的 这些话全部说完 林小一呢 是缓缓的冲着主席台 拘了一躬 微笑着说道 好了 谢谢各位 我的汇报 完了 之后 啊 转身便走 等走到门口的时候 林小一是转过头 看着周围的众多的家族子弟 轻轻的留下了一句话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当少主的狗腿子的 哼 随后 啊 就那么扬长而去了 这是在场的所有人呢 都被他的这句话给憋的呀 喘不过气儿里 鸦雀无声 所有之前笑话这林小一的人 脸都被抽肿了呀 那啪啪啪的呀 躺在最角落的红旦丽呢 那翻了个身子 继续睡 哼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你太好 啊 到了这个时候 下面的众多的家族子弟 已经是震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一般的 叫千歌股价 都提升了七个百分点 这样的事啊 他们连做梦 怕是想都不敢想 可是如今呢 却在眼睛前 真正的发生 诡异 却又是合情合理 这红剑叶是脸色如土色 红安宝呢 面如死灰 这俩一个事 如今 任他俩是再想出花来 大局也无法更改了 哎 这沐与西呢 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第一名的位置 怕是要一手了 不过呢 他倒是并没有如何的去失落 毕竟跟红丹丽 还是有不少感情的 而且啊 这个第一名的一亿资金 与第二名的八千万 实际上差别也并不是很大 哎 这原本应该是第二名的红安锦呢 也只能是无奈的摇头 如今 红的历史大势已成 他也是分身乏术 最惨的 那当属红安宝的 眼睁睁的看着 三千万的发展资金 就这么飞走了 连抓 都再也抓不住了 偏偏此事的他呢 毫无办法 那种挫败感 叫他都快发了疯了 啊 可是呢 又无可奈何 而坐在主席台上的红图 红伟 红英 这三位长老 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好 啊 今天的红大利啊 给了他们太大的惊喜了 之前 一直以为 红大利不过是个 只会花钱的小白家子 如今看来 这个称呼 过去是应该稍微的改一下 哎 这红图觉得啊 以后应该是叫他 非常会花钱的大白家子 更贴近一些 当然了 这一次可能就不是什么贬义了 整个大会议室里 又冷场了好一会儿 好在这个时候 有人进来的 啊 在这个红图的耳边呢 是轻轻的提醒了一句 你听这话 红图 这才是狠狠的咳嗽李时 将在场众人的思路 全部拉了回来 好了 啊 大家 收拾一下心情吧 到了 该看新闻联播的时间了 啊 听了红图的话 在场众人 都是狠狠甩来甩头 啊 收回了飞走的思绪 在红氏家族啊 有一个不成文的铁律 那就是 每天到了晚上七点 必须要看新闻联播 以便掌握最新的消息政策 这条铁律在外面 啊 这个山高皇帝圆的 可能还差些 但是 在这红氏庄园里 绝对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大会议室 那占据了 整面墙壁的夜晶电视打开 这屏幕上呢 很快就出现了 新闻联播的两位主持人 然后 刚播报这开场的简讯 在场众人就彻底崩溃了 今天是2014年6月16号 星期三 下面介绍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一 关于国家决定开发天津市西四环的发展规划 二 全国人大会议在天津隆重召开 三 实际上啊 后面的说的是什么 在场众人已经是没心思听了 本报讯 根据中央下达的最新决议 天津市西四环因为地点独特 周围风景秀丽 旅游资源丰富 所以中央决定加大天津市西四环的开发力度 具体规划为 哎呀 听着电视屏幕中 那播音员说的一条又一条 整个大会议室 那彻底都炸了过来啊 等会儿 老天爷 你吓我一把 这不是做梦吗 这个 别别吓你了 你还是吓我吧 这是作弊啊 这他娘就是作弊啊 因为大力 啊 伍伯在西四环买了足足9.5个亿的 房产低皮啊 我靠 是啊 是啊 这 这你妈完全就是作弊啊 9.5个亿的房产低皮 加上这条政策 那岂不是瞬间就能翻上好几番吗 好几番 我看不止吧 啊 伍伯买的肯定是普通低皮 没有建筑的空地 那才能多少间呢 这个 这条政策一下来 啊 那些地皮别的不说 就是光盖这个生活小区就能赚多少钱的 这个 十倍吧 翻个十番我看都不成问题啊 9.5个亿的投入 100亿的产戳 这 你这 啊 你们 那个 我一定是今天来的方式 打开的不对啊 你 我先回去吧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呀 别说话了 我明白了 啊 我彻底明白了 你明白啥了 这尼玛洪大力 就是老天爷的私生子呀 不带这么玩的吧 宏图这三人啊 啊 彻底也惊呆了 这宏图呢 是瞎意识的 就问这宏伟 哎 老二啊 你快瞎我一下 啊 这是真的吗 啊 这宏伟一听这个 也不喝酒啊 因为自己也懵了 也没注意这狠劲 是吧 这狠狠是掐了宏图一下 疼呗 疼 这宏图是肯定的 看来这真是真的了呀 九亿多的地皮呀 足足九亿多的地皮呀 哎 不是大力这孩子真的是 莫非他真的是老天爷的宠儿 我看 差不多 这宏伟是肯定的点点头 啊 一旁的红鹰也说道 大力呀 有福之人的 其实说起来 十亿五十亿甚至上百亿 也未必能叫宏图这么失态 真正叫他这么失态的原因是因为 这宏大力的运气也太好了 因为败家 所以弄出了这么多的东西 还几乎都很赚钱 这就算了 因为他买的地皮居然正好赶上国家要开发 这一下 起码 得翻个十分 其实这些呀 也就是勉强还能说得过去 关键是他娘的 这条新闻早不来晚不来 刚好在金钱来 这他妈运气简直是逆天的 有没有 红剑叶是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 喃喃的说道 完了 我 完了 我 完完的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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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他忽然之间呢 是一声大喊 我的娘这是没睡醒 是怎么的呀 然后 拼了命的掐自己大腿 还是大腿根 这一使劲的 眼泪都差点下来了 红安宝这脸上 已经吓得没有半点血色了 整个人都快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去了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啊 他这是作弊 也不带这么玩的呀 我完了 我完了呀 我完了 他是喃喃自语的 这么嘟囔两事 忽然之间 发疯一般的向着洪大利扑去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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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房产还给我 把我的房产还给我 你卑鄙 你无耻 你使了手段 骗走了我的房产 快把我的房产还给我 还给我 2400万的房产 如果是放在以前 他未必会这么在乎 反正收的时候 2100多万 卖给洪大利呢 卖了2400多万 这也算是小赚一笔吧 可是 如今国家有了这条政策 国家的政策是什么 权力开发呀 那就是人气 那就是人流量 这2400万的房产价值 转目眼之间 就跟做火箭一般的扶摇之上 两倍 三倍 四倍 怕是翻个五倍 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呀 那是什么概念呢 转目眼之间 这些房产就能卖出 过亿的价钱 过亿呀 他洪安保 拼死拼活的 想要进入家族的前三 也不过就是 5000万的发展资金 可是这些房产呢 可以说 什么都不用干 每天就是吃了睡 睡了吃 都能赚到上亿的资金 所以他洪安保能不急吗 急疯了 可惜呀 他脸面不想要 别人 确实不能任由他胡来 宏图呢 是狠狠的这么一拍桌子 放肆 在这儿 能由得你胡闹吗 他这一声大喝 周围顿时有这个家族子弟 是死死的抓住了 洪安保的胳膊 将他按倒在地上 而这个时候 洪安保还是在那儿 哭天抢地的 哀嚎一般的在那儿大叫啊 你卑鄙 你无耻 你把那些房产还我 还我 又叫雷会儿 最后是痛哭流涕呀 我的房产呢 我的房产呢 然后是开始猛抽自己耳光啊 这边抽边哭啊 我的房产呢 我的房产呢 我的呀 这洪剑叶呀 满脸死灰 连管都没力气管了 这些房产叫他损失了一个亿 他能不心疼啊 事实上 要不是估计 这是在家族会议上 他甚至都恨不得狠狠地踹这洪安保一顿 啊 而那事件的主角呢 咱们的超级败家子洪的力 在那边睡得要是挺香 天津市千歌大厦十六楼的大会议室内 此时的时间虽然是晚上七点多 可是千歌公司的重高管依然是没有下班 全部都集合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哎呀 看来这柳一辉 这是算准了我们洪家 这几天召开家族会议 我必须得去呀 洪安保是看着眼前这几份报告 啊 没头伸索啊 就这么短短两天的时间 他的业务拓展的这么迅速 哼 摆明了呀这是 这下门一高管呢 是点头道 是啊 这几天他那边连续拓展了六项业务 火机空间 火机棋牌 火机音乐 火机网游 火机搜索 以及火机等级系统 这一套组合拳 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啊 另一名高管是赞同道 没错 他那边的广告是铺天盖地 如今这火机书城 已经算是弃子了 之前大理少爷的终点中文网 短期内力压火机书城 我们还很奇怪呢 现在看来 他这是壮士断腕啊 完全就是放弃书城用来麻痹我们 目前看来 他确实是成功了 至少 我们现在的流动资金 还远远不够与他硬碰硬的 嗯 我之前 是投资在房地产那边不少钱 大约12个亿左右 这流动资金 现在是有些捉襟见肘 提起流动资金 啊 红卫国也很是头疼啊 他投资在房地产方面的钱 实际上 比起红建业说的 还要多上两亿呢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 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 才是真正他需要着急考虑的事情 偏偏 这两天家族会议召开 年轻的优秀弟子选拔会 可以不去 但是后面的是非去不可了 偏偏呢 还有一点叫他很是郁闷 这几天呢 因为家族会议的事情 家族那边大规模的资金无法使用 而且就算是能够使用 也是来不及了 一旦前妻叫火机书城打出事件 后面再想解决 那就会无比的麻烦 洪总 那些事就先不要提了 免得着急上火 一名高管是陈生的 目前咱们的流动资金 大约还有七个亿左右 这些钱 目前看来只能说是 可以应付一两个大型项目 如果全部应付 太紧了 所以 洪总你作为咱们的掌舵人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 用这些钱应付对方的哪些业务 我个人的建议是 别的可以不管 但是火机搜索必须要压下去 这是咱们的核心业务 对 我赞成 我也赞成 我也赞成 我也是 对于这一点 这下面的 众多高管都不是傻子 自然全部都能明白 千歌搜索 才是他们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 那名高管一提出来 就立即得到了全体的同意 不过 红卫国自然也明白 自己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此时呢 他正摸着下巴 看着桌面上的文件 难难道 他一次搞出来这些 一定不只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可是具体如何 他这一时间 又有些摸不准 一时间呢 整个会议室内 那是安静到了极点 只能是听到在场众人的呼吸声 气氛沉闷 而又压抑 六项业务 六项 他又喃喃念了会儿 忽然 脑中是灵光一闪 终于是明白了对方的策略 苦笑着 摇摇头说道 看来这一次 他可真是玩个大的了 我就知道 柳一辉这人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就是七寸 咱们只要是应付这一两项 那就正中了他的圈套了 圈套 听红卫国这么说 这下面坐着的高管呢 顿时都好奇起来 不错 就是圈套 红卫国指认一旁那电视大屏幕上的资料 缓缓说道 还记得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吗 柳一辉这一次聚集了足足三十亿的资金的事吧 啊 我们都知道啊 那红总您继继续说 众高管是对势力 相当之好 不过 好在大规模的资金流动 还是被红卫国这边掌握了一些 啊 不然此时的局面 怕是更加被动了 嗯 那我就说了 红卫国是陈生说的 这一次 他弄出的这六项业务 分别是火机空间 火机棋牌 火机音乐 火机网游 火机搜索 以及火机等级系统 啊 大家发现没有 这六项系统 依托在火机的聊天软件上 都做了链接按钮 功能暂现不说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非常方便 如今 这火机聊天软件 几乎可以说是人手一个 啊 和咱们谦歌搜索引擎 这人人都知道 差不多是一个性质 在这样辐射范围 非常巨大的软件上 弄出这些功能链接 这一点 非常难办 而且 他的那三十亿的资金 全部都砸在了 下载应用程序 就给各种各样的 火机福利上面 而我们目前只有 七亿的资金 面对这样的功识 完全不够应付 这一天